语球新秀 洛建佑 洛建佑 刘庆佑是一位新加坡羽毛球运动员 出生于1997年 他从小喜欢羽毛球 并在14岁时开始了自己的职业训练 他在2014年加入了新加坡国家羽毛球队 并开始参加国际比赛 在职业生涯初期 洛建佑的成绩并不出色 但他一直保持着努力和坚持的态度 在2017年的印尼国际挑战赛上 他打败了印尼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 赢得了自己的首个国际比赛冠军 这一胜利为他在职业生涯中 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洛建佑的表现越来越好 他在2018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上 打败了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 获得了自己的第二个国际比赛冠军 同年 他还代表新加坡队参加了亚洲运动会 打进了男子单打比赛的八强 2019年 洛建佑在越南羽毛球公开赛上 夺得男子单打比赛冠军 成为历史上首位在该赛事上 获胜的新加坡选手 他还参加了世界羽毛球锦标赛 打进了男子单打比赛的16强 在同年的东南亚运动会上 他带领新加坡队获得了男子团体比赛的铜牌 在2020年的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上 洛建佑代表新加坡队夺得男子团体比赛的冠军 并被评为该赛事的最佳男选手 他还在同年的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上 获得了男子单打比赛的冠军 当然 洛建佑在职业生涯中也面临过许多挑战 其中包括 来自强劲对手的竞争 洛建佑在国际赛事中必须面对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选手 这些选手都非常强大 需要他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训练才能与他们竞争 压力和心理困境 作为职业运动员 洛建佑必须承受来自比赛 媒体和观众的巨大压力 这些压力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 让他感到沮丧 焦虑和失望 身体健康问题 职业与毛球运动员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才能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然而 洛建佑在过去也曾经遭受过一些伤病的困扰 这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比赛表现和职业生涯 缺乏足够的赞助和资源支持 作为来自小国家的运动员 洛建佑可能会面临到赞助和资源方面的困难 这可能会限制他的训练和比赛机会 让他难以取得更好的成绩 面对这些挑战 但洛建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坚持 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和能力 同时寻求更多的支持和资源 总的来说 洛建佑是一位非常有潜力的羽毛球运动员 他在职业生涯中取得了多项荣誉和成就 他的成功来自于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以及对自己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完善 他的故事也证明了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和坚持不懈 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